过年期间有民众到花林游玩退房之前 把玉金折成爱心天鹅形状 当民宿老板开门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他表示说经营民宿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场景 让他直呼这是过年期间收到最珍贵的礼物 两只白色天鹅深情对望 头靠着头比出爱心形状 另一张床铺也有小惊喜 除了单只的美丽天鹅 后方还有折成整整齐齐的豆干棉被 这些毛巾艺术品都是出自于住客的巧手 春节期间花林一位民宿老板打开房门 准备进行搭扫工作时 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经营民宿多年的他 首次收到这样的小惊喜 让他忍不住拍照留念 想要把普通毛巾摇身一遍 成为超级卡哇伊的动物 首先要有灵巧的双手 摊扇子一样 摊开毛巾向内卷压卷 立起来后就是天鹅的脖子 再拿出另一条毛巾 重复对折成了翅膀 土年来到当然也要硬紧一下 这是他的耳朵 然后会贴眼睛 饭店业者利用毛巾折出动物 布置房间变成席客法宝 这回角色对调 住客的退房惊喜礼物 也让老板在过年期间 营业不苦闷 记者林千亿 徐立琴 花莲报道